今天我们稍微评测了一下131270v6的水平 然后我在视频里也说当今13v2和13v3的性价比很高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目前已经降价到230块钱的131231v3 它是个什么水平 板子用的是华琴的B85杀手板 用了两个4G的内存条双通道 用了原装风扇 一个亮机卡 然后一个垃圾固态 咱们开机看一看 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更名为 正式更名为垃圾版U 这个就是第三期节目 后面我会带来更多的垃圾评测 给大家看一看 好了现在咱们开机 之前这个13它有一个操作就是在B85上面把它全核锁在它的最高锐屏上 比如说 这个1231v3它的全核最高锐屏是3.8 其实可以在BIOS里全部全部给它锁在3.8 然后具体可以带来多大的性能提升 咱们稍后再看 然后同时怎么去进行这个操作 包括BIOS一些相关的问题 我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 现在大家看到机已经开了 咱们先看一看CPUG 最高锐屏3.8 1231v3 4核8线程 先测一下 简单测一下 单核多核 像这样一块U加这个板子大概或者普通一点的B85板子 甚至H81板子板U大板U价格加起来大概是350左右 只有上期的上期13v6的预算的70% 性能应该是比13v3 比13v6和10100F低个15%到不到20% 15%左右 咱们也看到单核是可以跑到接近400分 多核跑到接近2000 好 咱们现在让鲁大师抽根烟 这个时间跑过来 咱们再跑一次 顺便看一看它的频率保持在什么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温度其实是很好压的 这个原装风扇 也能把它压在一个比较OK的温度上面 虽然现在它是一个敞开的环境 但是放到机箱里估计也是压得住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跑分的过程中 是不能保持全核和3.8的 待会我们把它锁在3.8 看看性能有多大提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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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数出来了 73,000 其实和上一期的131270v6差距没有多大 基本上可以说是半斤八了 来咱们进BIOS锁屏 锁屏试试看 开机款按 DILATE 咱们到超频这个选项看看 这个应该是可以不用开的 这里直接给到38 然后全盒也38 中期看看 看看性能有没有提升 咱们打开CPU看一下 好了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全盒跑在了3.8 3.8上面 咱们再重新跑一下 重新跑一下分数 可以看到多盒已经超过了 已经 已经 已经多了100多分了 已经多了100多分了 单盒提升也有20多分 哎又下去了应该是功耗的问题 到时候可以在bios里面再调一下 应该是短时功耗的问题 再跑一下 但是确实是有提升的 这个是可以看到的 基本上 多盒单盒都有一个还可以的提升 然后我们看一看鱼的大师 要注意的是很多b85的板子 你如果用的是比较新的bios的话 它是不能进行这个锁屏操作的 越新的bios 它对这个限制 仅从1150平台上来说 越新的bios 它对这个限制是越多的 一般你到官网上要刷到最开始的两个测试板的bios 才能进行调节频率 到了这一代板子基本上都支持用U盘直接刷入 直接在bios里面刷入bios更新的 其实不麻烦的 很简单 如果有需要 我也可以做一期教学 我这个bios 版本就是测试1.1 测试1.1版本的 如果它是CPU有这个性能的话 CPU上面这个分数的话 其实比 比1010.F其实也没有弱 太弱很多 可以用 看到没有 分数也到了7万8 这是我们锁屏之后的达到了一个效果 就是白嫖天白嫖那个5000的分数 白嫖那个5000的分数 这个平台当前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首先一个 B85 H81的主板是比 H61 B75这种主板是要稳不少的 同时价格也没有高太多 U的价格 世代U就不说了 但是E3 V3的价格确实还可以 当前如果大家 有装机需求 然后又比较求稳 又想要一点性价比的话 可以选择 这个平台 好的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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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